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蝴蝶兰 这盆蝴蝶兰之前跟大家发布过一个作品 就是它开拜之后给它修剪 两个月之后它又开始冒出了花芽 而且进入了秋季是它的生长期 它也冒出了侧芽 它生长速度非常快 那么我们在秋季要如何养护它呢 首先我们就要做好以下三点 第一点就是养分 因为它冒出花芽又长侧芽 它需要的养分是比较大的 那么我们在养护的时候 如果养分跟不上 没有满足它的生长需求的话 它生长的比较缓慢 花芽它创的也是比较慢的 所以养分一定要跟得上 在它生长期我们给它适用花多多时候 这种使用肥它是以淡肥为主 那么我们每隔10天给它浇灌一次 这样的话才有效的促进侧芽快速的生长 还有这个花芽的话当然是少不了磷甲肥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给它适用磷酸二斤甲 或者是以喷洒的方式给它使用 这两种肥呢 标剔使用 这样的话才能让这个蝴蝶兰生长的比较倦胀 才有利于这个新芽算得更快 花芽快速的串出 当然除了给它施肥之外呢 在这个9月10月的时间段呢 白天的气温还是比较闷热的 这个虫害呢我们一定要给预防好 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它刚冒出了这个新芽呢 很明显就被了一些虫害来啃食这个叶片了 这个新芽叶片已经啃食了一半了 所以呢这个防虫害呢也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我们要如何给它防虫呢 可以给它适用一点 这种小白药它是颗粒状的 是一种内饰型的沙虫药 我把它撒到盆土表面 经过浇水之后呢 它就会快速的溶解 新芽呢它就会得到很好的保护 不被一些虫害来啃食了 吴迪兰它是十分高温高湿的环境 那么在这个秋高聚爽的时候呢 我们要给它增加浇水量 这样才适与它生长 好了这期就跟大家分享 吴迪兰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